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圈内最知名的武术指导 张彻弟子陈冠泰曾经说过 只有刘家良才是武术指导 其他人都是动作指导 想想这话确实没有毛病 电影《湘江》是一部纪录片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功夫世家》《刀光剑影》和《丽影亲情》三个部分 不同角度介绍了香港电影和演员 在采访到刘家良师傅的时候 他正在拍摄最后 当年这部剧的吴京还是很质嫩的 谁也没有想到 十几年后吴京指导的《战狼2》 封顶票房冠军 纪录片《电影《江江》《功夫世家》中 必然要提及李小龙和刘家良两位大师 这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话题 刘家良师傅先说到他和李小龙探讨武术的细节 他问李小龙什么是集权道 他说就是斗快 我要快过他的 这就叫集权道 不知不觉想起功夫中火云协神的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之后刘家良师傅又说 李小龙这么年轻就死也是好的 人老了就没人看了 所以李小龙死得真好 我们的印象一直记得他的力量 永远不会忘记的 当然了 刘家良师傅这样说也是对李小龙的怀念 同时也充满了对李小龙的羡慕 能够被这么多的人怀念 言外之意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调侃 毕竟2003年拍摄最猴的时候 他已经69岁了 如此高龄还在拍摄功夫片 虽然有连颇不老的精神 不过动作确实不比年轻伶俐 1994年不服输的刘家良师傅 和成龙合作的最前二 事实证明宝刀未老 一举多的香港电影金像奖 和台湾金马奖双要最佳无数之道 李小龙在最辉煌的生活 离我们而去 让我们记住了他最辉煌的时刻 至今仍然影响了很多人 刘家良师傅参与拍摄的功夫片 也都可以当做功夫教科书 无论如何 两人都为华语功夫电影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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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熟